哈囉大家好 我是資訓宣言 今天的美麗實驗室邀請了星座老師米薩小姐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的戰心師米薩小姐 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美麗實驗室喔 想問一下就是2019有沒有 為什麼要討論最順 因為好的就不用提醒了 我們要提醒就是比較有一點狀況的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提出來都會告訴你 你要怎麼做才好 今天除了看你的太陽星座之外呢 那大家還可以參考你的上升星座 好的 那我們就來探討第五名吧 好 第五名是什麼星座呢 2019年最衰的第五名就是巨蟹座了 其實巨蟹座的工作運算是不錯的 但也有可能工作是積勞成績喔 不只是影響到你的健康運 那甚至是你的感情運也比較有一點下降的狀況 如果你現在有另外一半的話 你們在今年可能感情會面臨到破局 因為你都沒有心思去照顧它 在工作上呢 其實你是一個實打實 並沒有人幫助你的狀況 就是說雖然你很難能幹也很努力 但是你有點像是工作上面的阿信 所以我就希望你們還是要多多的照顧你們的健康 然後還要去照顧你們重要的Renovo 我剛剛去Hugo了一下我的男生李敏浩 他也是巨蟹座的耶 哇 是喔 我會有機會了 你不會有機會 因為巨蟹座都在工作 可以推薦所有的巨蟹座 可以多穿一點大地色還有米色系的衣服 呈現一種比較柔和沒有攻擊性的感覺 那或者是如果是在妝容上面的話 可以使用塗色大地色的眼妝 2019年的最隨第4名就是處女座囉 那今年的處女座呢 其實走一個休養生期的路線 那你會選擇待在自己的舒適圈裡面 那反過來說呢 就是其實你跟外界的宇宙 是有一點隔閡的 就是外面發生什麼事情 你不是很在意 那你也跟大家的資訊是有一點斷連 那同樣的所以在你今年的桃花孕呢 你認識的人的走量是下降的 那桃花素質也是比較差 所以當然是不容易遇見你喜歡的對象 那如果你是有另外一半的話呢 你就跟對方比較容易是呈現著 單調又無趣的生活者 就比較沒有什麼戀愛的激動 老實老師我知道 處女座的紅人最紅的就是 所以她今年還是不會娶到小媽老婆 對那處女座還有一個名人 就是我們的總統蔡英文 所以今年她還是會非常專注於我們的國政 不會有她的戀愛運囉 會建議處女座啊 竟然是一個就是比較man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要反過來使用桃花 桃花比較旺盛的粉色系 或者是馬卡龍色系 在臉上呢也可以呈現一個比較有人緣 或是比較有氣色的妝容 2019年最衰的第三名就是獅子座了 那獅子座呢在今年的工作成效都是比較低的 過去有用的招數在今年都開始沒有用了 那就逼得你不得不去找很多的新招式 看看哪個比較有氣色 那這個轉換的過程其實是蠻痛苦的 那你必須要去做很多的取捨 但是呢所有的成長都是伴隨著痛苦 那請所有的獅子座 你們喔要多擔待 然後要hold住喔 要堅持你的理想 獅子座的藝人很有名的是 張惠妹 然後正台長的話就是 柯文哲 柯市長柯P 還有作者 作者 Jack and Rowley也是 哈利波特 所以在他們的這些職業生涯中 他們在今年都會有一些轉折 然後不一樣的改變嗎 以上說的這些人 他們一定會在工作上面有很多不一樣別開順便的嘗試 那這不一定是讓大家喜歡或是市場可以接受的 但是是他們挑戰自我的一個成長的突破 所以大家敬請期待囉 老師這樣聽下來的話他們如果要突破自我 是不是在穿搭上面也要多做一點突破 對所以我會建議獅子座的朋友 就是要把自己的優點都展露出來 強調一下自己的個性 比如說像動物紋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強烈的穿搭 我覺得都是很適合獅子座的 最近真的非常流行豹文 所以我們可以送一條豹文圍巾給柯市長 喔可以可以 今天可以去安排寄貨 那來到2019年的最衰第二名囉 就是水瓶座 那水瓶座呢 其實今年真的是有很多的無望之災 一切都不關你的是你好好的 但是就是有很多人會來亂 所以呢我會建議你一定要小心 就是所有的環節 因為這些意外都是沒有辦法被預測的 也沒有辦法預防 那我會建議水瓶座的朋友呢 你在所有的社群媒體上面 一定要特別小心 因為你一點點的過錯都很容易被人家放大 或者是說有一些很奇怪的俄語 水瓶座的藝人好像有 還有林心如 然後還有龜弦 龜弦 SJ龜弦 還有聖竹如 跟真國城 世代一體可口可樂也是水瓶座的 他不是一個人好嗎 今年比較適合穿怎樣色系的服飾呢 我覺得可以推薦水瓶座的朋友 穿比較著色或是莫蘭迪色 一個比較灰階的然後優雅的設計 因為今年的水瓶座 可能要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救火 當救火隊 所以呢在每個場合都是非常得體的穿搭 就是很適合的 終於來到2019年最順的第一名囉 好緊張喔老師 快點公布第一名吧 好2019年最順的第一名就是 摩羯座 還好不是我 宣妍你的上身不是摩羯座嗎 就是你啊 不要哭不要哭 我們趕快來聽一下該怎麼辦呢 那現在所有的摩羯座寶寶呢 對很多事情都是 性質是比較低的 那很多時候其實是心態影響到 你看事情的方式喔 你現在也有一點點覺得說 很多事情力不從心 然後你沒有辦法改變什麼 那有一點點自我會受到壓抑的感覺 那現在其實是摩羯座人生的一個轉換期 那我會建議你呢 去從事你很多你沒有做過的事情 那去看哪一個方向是 你可以在這裡面再去嘗試出另外一個道路 那在感情上面呢 現在的摩羯座 在今年可能會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人啦 或者是說你跟另外一半是比較聚少離多的 所以你的感情運呢 也是一個比較相距時刻比較少的一個狀態喔 那會建議所有的摩羯座寶寶們呢 可以穿一些質感好質料好的一些原色系的衣服 比如說現在很流行大學T嘛 那也很適合像你這樣子年輕的女孩子穿 在心理的作用上面會有一種激勵的效果喔 好那我今天開始就一到日 紅塵黃綠藍電紫色大學T 那我就等你囉 好的那今天真的非常謝謝老師幫我們做解釋和解析 如果有在榜上的朋友們 記得要按照老師的方式去改運喔 加油加油加油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幫我們按個讚 訂閱我們watch的youtube頻道 跟幫老師的粉絲專頁按個讚吧 魯煞小姐占心事請幫我按讚喔 好那就到這邊囉掰掰 掰掰